哈喽大家好 你知道为什么广东人做的猪心丝瓜汤就那么好喝吗 猪心脆嫩而且一点也不腥不柴 而且丝瓜的颜色也是翠绿不怕黑 其实这一切都是有技巧的 你只要咱们住这一个小方法就可以了 花了五块买了两个猪心 我们在做猪心汤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这种新鲜的猪心 最好是当天的猪心 新鲜的猪心做出来的猪心汤才会更加的好喝 这一头猪它的心眼还是比较多的 你看它的心上面都是心眼 然后我们再用剪子把猪心给它剪开 因为猪心里面会有一些凝结的血块 我们只有给它剪开 这样清洗的时候才会清洗得更加干净 剪成我们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盆中 然后我们在盆中再加入清水 我们用清水把猪心给它清洗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切开以后的猪心很轻松的 就能够把里面凝结的血块给它清洗出来了 清洗好的猪心我们给它拿出来 然后给它放到案板上 我们把猪心先给它切成小一点的块 切成小块再切片就会更加的好切 我们把猪心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我们在切片的时候 不要切得太厚也不要切得太薄 给它切成大概三公分左右厚 这样做出来的汤比较的好喝 而且颜色也比较好看 这个比较肥还有血管的地方 我们就不要了 这两个地方不适合做汤 吃起来有点肥 切好以后准备个大盆 把切好的猪心全部给它放进大盆中 猪心里面的血水比较多 如果直接用清水清洗的话会清洗不干净 所以我们在里面加入一勺白颜色的面粉 然后再用手抓 因为面粉预水有后非常的黏 它的吸附性比较好 然后给它抓个三五分钟左右 抓着面粉粉红色就行了 然后我们在盆中 然后再次加入清水 然后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 我们在清洗猪心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多换几次清水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清洗出来的猪心 才会比较的干净 这样做出来的汤也会比较的好喝 大家看一下 用面粉清洗 只要换两次水就可以了 然后挤干里面的水分 准备一个大盆 把挤干水分的猪心放进大盆中 然后再加入姜片还有小葱段 再倒入适量的白胡椒粉去腥 再来一勺黄酒或者料酒都可以 再下手抓一下抓匀 抓匀以后放在一边腌制15分钟 充分的去腥 再准备两根从小姨的家里拿来的丝瓜 丝瓜准备稍微直一点的 这种比较好切 然后我们把丝瓜皮给它削掉 削好以后 我们再把丝瓜的两头给它切掉不要 两头特别容易发黑 一定要给它切掉 然后我们再一边滚一边切 把丝瓜给它切成滚刀块 滚刀块不要切得太大 全部切好以后准备一个稍微大点的盆 把丝瓜放进盆中 然后我们在盆中再加入一勺白颜色的丝盐 再加入没过丝瓜的清水 我们用丝盐水把丝瓜浸泡一下 防止阳化变黑 一块切了皮带生姜 先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再给它切成姜末 最后我们再给它切成姜丝 切好以后放进碗中备用 一把小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葱白我们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备用 葱叶我们也给它切成碎一点的葱花 切好以后备用 再准备三粒大蒜放到案板上 先给它拍扁 拍扁以后我们再给它剁一下 剁成蒜末 剁好以后备用 腌制好的猪心 我们把里面的葱姜蒜挑出来不要 准备一口锅 然后在锅中我们再加入清水 大火把水烧开以后 加入一勺食用油 再来一勺食盐 加入食用油和食盐 这样超过水的丝瓜 它就不会发黑了 而且口感也比较好 把丝瓜倒进锅中 我们把丝瓜给它焯一下水 焯水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水再次煮开以后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捞出来 放在一边控水备用 锅中的水倒出来 然后再倒入适量的底油 油热以后 把我们腌制好的猪心倒进锅中 我们把猪心给它爆炒一下 把里面的水分炒出来 这样做出来口感会更加的脆嫩 而且还能够去腥 把猪心给它炒至变颜色 然后就可以盛出来了 锅洗净在锅中 然后再倒入适量的底油 油热了以后 把我们准备好的葱姜蒜末 都给它倒进锅中 然后我们再开小火翻炒均匀 把葱姜蒜末中的香味 我们给它煸炒出来 炒出香味以后 我们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我们炒好的猪心 给它全部放进锅中 水开以后 丝瓜也给它倒进来 下一步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白颜色的丝盐 88粒黄颜色的鸡精 我们在做猪心汤的时候 只需要加入这两种调料就可以了 其他的什么调料都不需要加 大火煮一分钟左右 然后再加入一把枸杞 再撒上适量的葱花点缀一下 这样就可以离火了 然后把我们做好的猪心汤 给它装进汤碗中 这样一个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的猪心丝瓜汤 就美味继承了 我们这样做的汤 虽然看着比较的清淡 但是喝起来特别的鲜 最大限度保留了猪心 本身的营养和鲜味 而且丝瓜的颜色翠绿也不发黑 喝起来就特别的好喝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大家喜欢什么地方 帮我点赞 我找发一下 谢谢大家了 明天再见 拜拜